无人飞行器在本地越来越普遍 科技展上的受访商家表示 销售量和去年相比增加了两三成 对于我国检讨 无人飞行器的管制框架 商家认为 政府有必要简化申请准证的程序 并且考虑注册飞行仪器 以确保仪器符合一定的安全标准 记者庄清宁报道 首次在科技展上亮相的这台无人飞行器 价格约700多元 过去四天售出了30多台 售价100多元的小型飞行器 则吸引大众市场售出了超过100台 我们发现到有一个更大的需求 差不多2-30%的涨 根据本地现有条例 这类轻于7公斤的遥控无人机 也得遵守飞行条例 例如不能飞入机场方圆5公里 飞行高度也必须保持在距离海平面 61公尺以内 否则就必须向新加坡民航局申请准证 交通部正和其他政府部门合作 检讨管制框架 有商家认为 现有条例其实已经足够 如果要加强管制 申请准证的程序不应太复杂 政府也在探讨是否有必要为美台无人飞行器进行注册 有商家认为这有助于确保飞行器的安全使用 因为人如果要买东西 你今天新加坡买不到 他也会去国外买 然后如果他也可以网上买 网上如果买到的东西 可能它不安全 可能它是翻版的 可能会影响更多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 应该有一些相关的法令 淘汰一些比较杂的那些 至于无人飞行器上 所装置的摄像机 可能侵犯保安和隐私权 商家认为 必须加强用户教育 并对滥用者生之以法